来看假日的活动 人家说 连续举办四年的元宵古里习俗 这一次台中市繁荣葫芦敦促进会 和丰园区农会合作扩大来办理 除了体验传统的古里之外 农会也提供了200平大的农地成立快乐农场 让社区民众一起来种葱和葫芦 未来收成则提供给社区关怀服务站的长辈来享用 希望让民众用爱心 为新的一年换来好福气 跳菜购 闯荷布 传统元宵习俗 台湾市长林家荣这天也亲身体验 由台湾市繁荣葫芦敦促进会所举办的 种葫芦送幸福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年 除了体验传统古里 湾仓和跳菜购外 也种下葫芦宣传地方异象 本丰园我们的葫芦敦 所以跟这个地名结合 我们的不管是农业或者是文化 甚至是生活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让它变成非常的有创意 我们把一块农地 重新把它整理成一个快乐农场 那这个农场我们也 以我们当地的社区 就是我们翁子社区 还有这个铺子社区 我们希望也形成社区参与的一部分 那以后这些快乐农场所种的蔬菜 我们就提供给我们社区老人关怀祭典 我们的公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 圆宵传统习俗碰上风园葫芦意象有了新的创意 这次主办单位和风园区农会合作 由农会提供200坪大的农地 当作两个里的开心农场 种下的葱 葫芦和其他作物 未来收成后会给社区关怀服务站的长辈享用 让民众体验的鼓励也种出了福气 就是还蛮好玩 就让小朋友可以体验种植的快乐 然后也可以学会珍惜 看怎么样看农中物长大 跳出我们的传统 以前都是要跳彩古 这次农会利用草莓 最后要200坪的草莓 提供给我们社区的农民 社区的主义 就让大家同一同来招材 可以真心大家彼此的和谐 整个活动内容 还安排了社区才艺表演 和池塘园分服器的活动 最后参与的社区民众 还分到了葫芦苗和一把青葱 希望把这份服器和传承 能够带回家中继续发扬光大 记者李江台中 猜不到